今天8月5日 星期五 市場今天有一個明顯的反彈 但是始終來說 暫時走在22,260點之下 22,260點是8月1日的高位 低位是星期三 即是3日的21,725點 就是說今個月的波幅好像只有五百多點 而更重要的是一個月的高低位 不可能在兩個交易天之內出現 因為星期二是打風無事 所以往後一定有更大的波幅點 如果不再低於21,725點的話 絕對有更高的指數在後面讓我們看到 還有一件事 由於恒指10天和20天 已經回到250天線上 形態是有利於發展成為新一輪的中期性狼 加上50天線最快最快在下星期三 已經可以回到250天線上 這個是一個比較重要的黃金信號 就是黃金交叉 所以整個大市在8月份 其實真的有機會好像類似7月份那樣 又再在月初弄了整固 落一點點 然後再走上去 跟大家說了 如果你上網的目標 我暫時在看去年10月26日的高位 23,423點 再說了 如果大市真的成功發展成為新一輪的中期星浪 以一個星浪大概走10到12個星期來講 6月24日開波計 高位置邊就是9月中才見到的了 就是說整個技術上的走勢 向上走的形態是可以橫跨8月份的 問題就是很多人都說成交少 今天的成交也是很少 跟大家聊了這分鐘 可能都還差一點點收市 指數是22146點的 暫時比對昨天升了313點 成交只有540多億 即是技術上來講 640多億是吧 他那個字是黃底 綠字真的很難看的 但無論如何都好 交頭還是很少的 就是說大市本身是沒有動力 不過這樣吧 一般來講的股市的上升 在最初的階段 如果是一個中期升浪來講 在最初是沒有成交的 大家不相信 到後期突破了一些阻力位 信心才開始回來 然後才慢慢慢慢累積到一些購買力 在那一下再向上下 氣氛就會比較刺激了 如果市真的這樣走 有哪些藍醜會拉著市上呢 我覺得落後藍醜全部都有機會 第一隻一定是回紅了 公佈完業績之後 更重要的就是管理層是計劃 是用25億美金去增持 或者回購回紅 那這個呢 就對一些造淡的空倉友 就觸動了他的神經了 那有些五十幾元六十幾元 或者更加高沽空的 就慢慢補了 賺很多錢了 但如果五十元以下沽空那些 你現在這一分鐘 不盡早補就越輸越深了 真是賠了夫人又接兵 輸了股價就輸了股息 所以我想回紅是會出現一個 逐步向上推升的格局了 如果成功回到250天線 即是55.3毫半的話 下一個目標我看應該是五十八元的頭 或者高一些 至於中人壽和平保 其實都是弱於大市的 因為A股不爭氣 但是有沒有想過 如果A股未來有新日零的上升 能夠突破三千零九七點 那一分鐘中人壽和平保 應該是開步的了 我自己覺得中人壽回到二十元 不是太難 平保就見到四十元 所以如果你說現在的市場 來到這一分鐘 不知道買什麼的話 最好買一些未動的籃籌 其實未動的籃籌 足以為很多 包括中行、公行、建行也如是 不要看它低價上升了很多 應該要看一件事就是 第一 息率還是很吸引 第二 股價相對比較低 而更重要的 在恒生市場成分裏面 中公建是佔15.7% 平保和中人壽也佔5.7% 加上匯控的10% 這六隻主要的成分股 加上佔的比重已經是31.4% 有沒有想過 如果他們六隻都稍微做好一點點 指數是可以拉著升的 只要港交所不要跌 騰訊不要跌 就已經搞定了 事實上來說 接下來是深廣通的了 港交所怎麼跌呢 騰訊三戶有貨嗎 他們是基金手來的 就算有回的 都是10元8元的幅度 我不覺得會大跌 起碼現在這分鐘暫時不會 總的來說 8月份是具備進一步向上趨勢的條件 不過最重要的一個條件 這個大家要謹記 就是250天線的防守性 恒指無論你怎樣反覆 一定是不可以跌穿250天線 這樣就組成了整個聲勢 可以繼續向上走的 好了 講到這裏 我待會要入月朗 現在我先整個講義 謝謝